10倍电波跟其他电波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没有首发数 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 要施打180或2008或6008或9008 这对于预算有限的人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 大家好,我是整金外科王振轩医师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10倍电波 10倍电波跟其他电波最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没有首发数 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 要施打180或2008或6008或9008 这对于预算有限的人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 那这10倍电波还有其他的优点 包括它的碳头面积更大 可以给予的总能量会更高 以及它独特的冷却效果 可以让这个施做的过程 更加的不会疼痛 10倍电波它是一种单极电波 它利用的是电流在通过体内的时候 对于皮肤产生一个加热的效果 所以让胶原蛋白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得到增生、收缩跟重组 达到皮肤紧实的效果 在此同时 它独特的一个冷却效果 也可以保护皮肤不要受到伤害 并且提高治疗过程当中的舒适性 以及安全性 第一个是年龄 最好是在还有一点点硬而肥的情况下来做会最好 因为它会让脸变紧 如果预算上的考量 10倍电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你想要改善的部位也不多 那其实打个280、380 就会有你想要的效果 如果你太霸了 是一个手术的过程 那这个10倍电波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至于什么人不适合做10倍电波呢 第一个 如果你太瘦 可能就不要做 怕会更瘦 那第二 如果你皮肤已经太松了 我怕这个10倍电波 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可能只是浪贝钱 第三 你的身体如果有一些心律调节器 或是一些金属的植入物 因为这个10倍电波 它会有个电流的传导 有这些东西在体内 还是要必须先告知 以时你有这方面的情况 那再做一个评估 其实每个人 他要能够变得比较漂亮 或是变得比较年轻 他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这10倍电波呢 它提供的是一个变紧的过程 那如果说这个人也同时需要变破 他可能就需要搭配玻尿酸 那他如果他是因为肉太多 那他可能需要搭配消脂症 那他如果只是想要紧上再加紧 那可能这个10倍电波 可以同时再配上音波 有时候他其实可以搭配手术 我们在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地方用手术 然后在一些比较边缘的地方 用10倍电波来微调 我觉得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10倍电波真的不会痛 因为我以前从来不敢做电波的 可是有了10倍电波之后 我觉得我很喜欢做它 如果是保养的话 当然是你能打一次 可是如果是有想要改善的地方 可以缩展到三个月 这样的效果会非常的有加成 你有一点点婴儿肥的下垂 我觉得最适合打10倍电波 我觉得在眼周跟额头 是其他疗程很难以期待的 这一题应该不是想用 我已经做过了 其实我蛮喜欢做的 就是针对这个下垂线角 因为我觉得男士 你不用很帅没关系 可是这个下垂线角一定要出来 这样看起来才会够帅持 10倍电波都可以维持多久 诶 诶 题目是什么 10倍电波都可以维持多久 好好好 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请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10倍电波 8倍电波 9倍电波